地球停止自转,太阳辐射和紫外线直接照在地球上,所到之处全部融化。 凯斯是世界有名的地理学家,一天军方找上门来,告诉他有32个市民在不同地区但同一时间暴毙,没有伤口就是简单地死掉了,还说他们身体内都装了心脏起泊器,除了这一点就没有任何相似的了。 军方后来知道这不是一场军事袭击后,就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了。 没过几天,伦敦的哥斯就突然盲目乱飞,凯斯脑海中就想起,哥斯是依靠地磁立场来辨别方向,于是马上让同事找出两年内大自然发生的不正常现象,然后把自己发现的现象整理出一份报告,交给精通行星学的辛斯基博士。 博士看完之后也察觉到不对劲,于是立马带着凯斯去见国家领导,凯斯一上来就对着他们说,一年之内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死掉,原本地球的外部有一层电磁场,能保护我们不被宇宙射线和紫外线伤害,但现在能驱动电磁的地核停止运动了,再过几个月电子设备就会瘫痪,空气中的静电会造成一场闪电风暴。 更重要的是,失去了电磁,太阳辐射就会直接轰烤我们。听到两大博士这么说,在场的领导人都慌了,说要解决的话,他们就要潜入到地面2000英里下寻找地核,其中会有9000摄氏度的流动液体,而人类到过最深的地方只有7英里。 听完之后,辛博士就带着凯斯到军方的某个秘密基地,研究人员布雷斯制出了一种能够超声波粉碎物体的机器,他那还有一种超合金能隔绝岩浆,不仅如此,军方还找来一名黑客, 帮他们减少网上不必要的信息,以免民心大乱,和操控太空飞船一流的雷贝卡等人。 于是,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机器造好,要下去的几人也经过模型进行多次模拟。 在此期间,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各种异状,城市上方出现极光,静电产生的巨大闪电风暴,面对这样的危机,凯斯一行人只能下去了。 进去之后,他们顺着水下地震闯进了地核,经历了12个小时的潜入,他们到了地表以下的700英里。 首先,面对的第一个关卡是水晶谷,一进去就被卡在那里,正当他们清理路障时,被弄坏的外层骨壳有岩浆渗漏进来,有个队员被渗透进防护服的岩浆重伤,不幸身亡。 没时间悲伤,他们只能继续前进,而在35小时后,他们接近地核了,但这时他们发现地核的密度比他们预想的要小,所以他们带来1000兆吨级的核弹,爆炸的冲击范围不会到达很远。 简单来说就是炸不到地核,博士就提出了要回去的想法,其他人则觉得死了这么多人,这么艰辛才来到这里,你现在说要回去。 凯斯他们则想按照计划继续前进,于是双方吵了起来,激动之余,布雷斯一拳打晕了博士,然后这才稍稍安静了一会儿。 与此同时,没有了地核的保护,太阳辐射直直射进了地球,人们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被灼伤,还融化了桥上的钢丝铁线,上面承载的人和汽车都一一落入水里。 新闻也报道了这一事件,整个西海岸岌岌岌可危,而洛杉矶山脉一旦爆发,喷发的岩浆和气体,他们也就束手无策。 但此时,他们也只能把希望放在凯斯等人身上。 另一边,清醒的博士也冷静下来了,他提出了将五个炸弹按照顺序引爆,这样产生了能量,也许能够炸到地核。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个控制机舱脱落的手动开关,在引擎喷口附近,说明有个人要去那里打开,那里的温度有九千多度,工作服务也只能抵挡一半的温度,所以去的那个人等于是送死。 而布雷兹则主动提出自己要去,因为只有他知道在哪儿。 打开开关后,凯斯和博士就把炸弹分别放在每个车间,但是投放最后一个炸弹时因为能量不够,想回去重调,但外面的冲击压住了博士的腿,脱舱时间也快到了,无奈凯斯只能先走一步。 临别之际,博士还提醒他用反应堆的布环来提高炸弹的威力,于是凯斯就拿走了飞船上的布环,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回去了。 两人在等死的时候,凯斯灵光一闪,打算利用地核九千度的高温,把热量转化为他们需要的能源,然后就可以启动推进器离开了,于是两人的一番操作让他们顺利的离开了地核,炸弹的推动也让地核起了作用,外面的恢复正常,世界也平静了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地心抢险器,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